嗨,这里是八外里风云,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刚看完影视剧风有关于云彩收集的大挑战 其实作为一个风光爱好者来讲,我是非常激动的 但同时我有一次小小的失落 是因为稀稀想来,我好像从来没有把云彩当作主体进行拍摄 而绝大多数在严实摄影或者是风光照片中都会有它的身影 所以这就很尴尬了 我很想参与这次活动 但同时好像又没有拿得出手的素材 站在阳台上,我想到了一年以前 我将飞机飞向500米的高空想要挑战越过云层 但似乎就差那么一点,最终还是失败了 绿地的双子塔竟然看不到头了 那这个云的高度肯定连200米都没有到 我觉得有心 我们下期见 超过云的反应 到最多的人 有条线 我们下期见 也有奇幽的 有条线 我们下期见 好几治 我贪婪的想要抓住每一秒去记录 但因为走的时候太匆忙 以至于今天的拍摄时间非常有限 那回看当天所拍摄的素材的时候 我真的会被这些画面所震惊 就第一次见这样的场景出现在我的屏幕中 但是呢就话又说回来 看这些场景的时候 我也能发现自己很多的不足 因为没有准备充分 所以有些场景有些镜头 就差这么一两秒 它就是绝佳的镜头 但很可惜 就似乎这个绝美的天空 给了我一个新手观的奖励 但同时 我又会被这种画面所拉回现实 那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在第二天的下午 又下了一阵小雨 在傍晚的时候 我看到它又现身了 所以这一次 我做了充足的准备 地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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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云是非常低的 然后我就到天台准备飞一个云层上面的效果 然后没有想到就是突然下雨了 但是天无绝日之路 就是我在天台的这一堆破烂里面 发现了一把巨大的伞 就是真的是那种 好吧就是那种小埋布的撑起来的那种大伞 给你们看一眼 就和这个伞 就我感觉很有缘 我跟这个伞很有缘 所以我现在的行为很迷惑 好吧 就不知道高层上面的人看到我 会不会以为我是个疯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云很低 就像雾气一样 可能有个三百米左右 之前看到青岛老大哥拍摄的平流雾 感觉跟这个很像 不知道这是不是平流雾 那我也知道这种天气现象 在西安还是比较少见的 我十分欢迎 知道这种是什么的老大哥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弹幕里 帮我们科普一下 我也十分的好奇 OK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拍的还不错 欢迎一键三连 点赞投币转发 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让我们下一期视频 再见